台北市大安路一段的豪宅 過去有最貴套房之稱 不過最新的交易上 卻發現了第一個 陪售出場的案例 這個人愛套房 屋齡約十年 落高十二層 因為屬於富中學區 在過去很搶手 2013年每瓶單價最高 來到166.6萬 如今轉賣卻只剩下143.1萬 縮水14% 任賠238萬 因為它這個名額相對比較有限 所以說也會讓這些家長 會比較急著 就是說要買這個房子 做這個設計的這樣子準備 前一手的這個買賣的時間點的話 是在這個近期的房市高點 所以相較起來的話 大家會覺得說 這個價格現在相對比較高一些 台要面臨價格調整的 還有統一學區的中南大廈 由屋主一百零二年買進後 也在三年後跌價百分之八 另一頭大安復州也有案例 從一千兩百八十六萬 跌到一千一百七十萬 還有敦南立社也有屋主 從一百零一年的一千三百七十五萬 整整縮水超過一成 任賠出場 這一類的這個套房的話 在近幾年燒子化 以及這個私立學校 比較蓬勃發展這樣子的 一個現況之下 它的這個交易量也就下降了 儘管隨即又一 還是買起一大拉力 但是高價套房 坪數小 出租收益也不高 顯然已經在市場上 少了些吸引力 因為房價反映出 精華區小套房 市場縮減的訊號 三連新聞運送無料 我恩太不報道 雞妹真 Later 卻 Block 台湾 李菴 環芬